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如果要用這種年齡歧視的邏輯 我們沒有意思要比誰家的老爸死得早 好像何志偉委員說要告我啦 那根據民進黨的邏輯揚言提告就是恐嚇 所以我現在是被何委員恐嚇的 這件事情是週日下午我們入少康戰情室的時候 何委員在我面前說超過二十歲就要廢掉 我的爸爸在三十幾歲就因為猛暴性肝炎過世了 所以我就反問何委員 難道你父母活到六七十歲 你就嫌他們太老 嫌他們沒有用 所以他們就該去死嗎 何委員就惱羞成怒就再講一次 我就真的再講一次 然後他就說我欠他一個道歉 他說他的爸爸已經過世了 他是遺障癌 我的爸爸也過世了啊 而且我的爸爸三十幾歲就因為猛暴性肝炎過世 還沒有辦法活到何委員這樣子的年紀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有父母 大家都身為人子 何委員帶頭搞年齡歧視 他身為立法委員 對台灣社會跟人性做了一個最糟糕的示範 事後還要在臉書上這樣的斷章取義 扭曲事實 好像說黃世修去恐嚇他爸媽 怎麼去不去死一死 錯了 黃世修是提醒何委員 您的媽媽還健在 六七十歲的年紀 您就嫌他太老 這話有人性嗎 所以請何委員不要再斷章取義的抹黑黃世修 民進黨不用再這樣追殺黃世修 科學公共政策就應該回歸理性的討論 你如果要用這種年齡歧視的邏輯 我們沒有意思要比誰家的老爸死得早 我從來都不靠爸靠媽 我從來沒有拿我的老爸老媽說嘴 今天是你何委員在我面前 講超過二十歲就該廢掉 我能不反擊嗎 我能不憤怒嗎 所以我請社會大眾也好好思考 何志偉委員這樣講的話 到底配不配做一個立法委員 到底配不配做為一個人家的孩子